一亿五千万年前 终生代白厄纪庞大的恐龙是这个星球的主宰 他们在占据地球五百万年之后 突然集体灭菌 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然而就在与恐龙同时代的水里 还生活着一个物种 白巡 修长的稳步是它的显著特征 沧海桑田之后恐龙消失了 而白巡却唯独在中国的长江中存活了下来 被称为长江活化石 今年43岁的威奇伟教授 是我国最权威的巡渔专家 他与他带队的中国水产科学院 长江水产所的科研小组 每年都在长江中寻找白巡的踪迹 这种搜寻工作已经持续了七个年头 然而却始终没有找到白巡的踪影 从上个世纪开始 白巡的数量急剧下降 难道长江中再也没有活的白巡了吗 难道这个物种真的已经灭绝了 对于和巡渔打了二十年交道的威奇伟来说 见到一条活的白巡 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白巡的话 应该是说我们国家的最宾位的物种之一 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太珍贵了 能够看他一眼都觉得太珍贵了 2002年12月11日 南京长江下关江段 一条三米长特大白巡突然出水 这让寻找白巡多年的威奇伟教授 回之一振 他意味着人类将有可能挽救 这个古老兵威的物种 从2002年12月11日到2003年1月9日 威奇伟带队的七人抢救族 在江苏昆山经过29天的奋力抢救 这条白巡终因伤势过重 不幸死亡 世界生物界为之扼腕叹息 当时为教授就不喝 非常难受 这种难受的话 我估计一般人很难形容 非常难形容 对于威奇伟来说 下一次的机会 不知道又会再核实 甚至不知道 还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 然而就在一个月之后 奇迹发生了 2003年1月24日 距离长江春季禁余 还有六天 家住四川宜宾南西县 红莲村的刘云华夫妇 像往常一样 在福西口江段打鱼 因为过几天 长江就要进步了 刘云华希望这两天的收入 能够多一些 上午十点 刘云华感到手中的鱼网 有些异样 网中的捕获物开始剧烈地晃动 其巨大的冲撞力 一下把刘云华的小船 拖到十米外的江心 刘云华几乎有了 要把王剪断逃命的想法 就在这个时候 他依稀发现这条鱼 长着长长的鼻子 你吹一吹 我就看到这只白熊 你从哪看出来 它是白熊的吗 因为它很特别 鼻子长 但是我 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 因为老实说 我这种鱼钓 把它弄得住的时候 那时候它绑起来 一个人是它不住的 关于白熊的描述 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起 这真的就是愚政部门 找寻多年的白熊吗 这真的就是上面 三令五身要保护的 珍惜愚种吗 这个时候 刘云华才想起了 从前愚政部门 发过的便民联系卡 他一面让妻子 稳住小船 一面拼命地在船上 翻找了那张 印有举报电话的联系卡 中午一点十分 刘云华拨通了 南西县水利局 水政监察大队 李建军副队长的电话 从事愚政工作多年的 李队长很清楚地意识到 这是一个国宝级的发现 白熊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但单从数量计算 白熊的宾威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大熊猫 在长江宾威鱼类的名单中 白熊更是首当其冲 尤其是近十年 长江中几乎没有发现过 白熊的幼体 当时我很不相信 因为十多年没有见过了 是当时心情难以形容 一个是可能紧张 最后想的是要快 下午两点 李队长和一名摄像记者 第一个赶到捕捞现场 南西县福西口 这时候人们才看清楚 这是一条罕见的特大白熊 在寻的稳步尾棋 发现两处明显外伤 雾部白熊的消息 立即被层层上报 成都的四川省水利局 南京的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 湖北的中国水产科学院 和北京的农业部 在同一个下午 接到同样的消息 当天下午五点 抢救小组从湖北出发 临上飞机前 微棋尾用电话指示 要尽快把白熊 转移到安全的水域 接到命令后 宜宾市余政局立即决定 尽快用小机船 把白熊转移到沙滩平缓 江流缓慢的水域 赞扬救护 装转白熊的机船 要辗转三十公里的水路 才能到达救护地点 而受伤的白熊 很可能在转移的过程中 脱水而死 一边四个桶 这边打水进去 那边打水出来 给他交换去走的 打个人 我们的一个工程师上的智慧 水上工程师智慧 其他的全是渔民 其他的全是渔民 八位渔民就这样 循环不断地打水换水 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 与此同时 农业部正在紧急 调遣药品组织空运 微棋尾带队的抢救组 正从湖北起飞赶赴成都 这条白熊能不能经受住 三小时的转移搬运 此时 深处万米高空的微棋尾 心也高高地悬着 对白熊的饲养 对白熊的这种救护 几乎是空白 南京的那条鱼的话 应该是说 净了我们最大努力了 那条鱼是受伤很严重的 但是也是同时 积累了很多宝贵的 这个经验和资料 那么为这条鱼的话 应该是说 我们也积累了经验 24日晚8点 运送白熊的小鸡船 抵达宜宾市的白沙湾 存放在临时征用的一艘网乡渔船里 在这里等待专家的救治 凌晨1点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伤势继续恶化 抵达白沙湾的白熊 开始出现阳度 这意味着这条白熊 面临生命危险 赶赴宜宾途中的 威奇伟电话指示 必须有人跳进水中 浮正鱼体 天也快黑了 我也着急 不然我就下水了 下水结果水一按就按到摇杆上 当在场的渔民和渔征人员 和渔征人员和在场的渔民 看到我跳下水了 他们也跟他跳下水了 大家是用手 这样把它抱起来 像娃娃一样抱起来 沐站长说 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人下过水了 只记得大家像抱小孩一样 抱住白熊 一抱就是一夜 为了避免白熊受惊冲创 再次受伤 渔民们取来了自家的毛毯 包住余身 毛毯不够了 就脱衣服 一件不够两件 威奇伟在电话里 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一定要坚持 等他赶到 我们爱是没得喝过眼 因为确实要向上边 要向专家这些报告鱼的情况 真的没喝过眼 那四个鱼民就抬凳子 坐在鱼的旁边 一到晚上半夜的时候 温度都下降 我看到风吹起来 船上那些蓬牙大树的 滑滑的 我看他们说 你进来休息 他们说 不行 他说 我们要把这条鱼收到 四位渔民与渔政人员们 就这样在江边的顿船上 守了一整夜 与此同时 从农业部调遣的药品 已经从北京空运制成都 寻鱼救护专家组 已经辗转飞地成都 正连夜赶赴宜宾 远在南京的长江渔月资源管理委员会的 陈镇国主任 于当晚到达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做出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 抢救这条白巡 1月25日凌晨3点 白巡恢复正常体位 当日下午 中国水科院长江水产所的 七位专家抵达宜宾 立即对这条白巡做全面体检 经检查 这条白巡全长3.52米 重达150公斤 25岁 雌性 是目前世界罕见的特大白巡 多年来 国内外的学者在白巡研究上一直苦于没有直接的材料 徘徊于化石标本研究 这条活体白巡的出现让世界生物界看到了新的希望 很多古生物学家在研究这种生物的进化的时候 有时候的话就由于某一个物种中间产生那个断层 而牵涉到其他物种的定位 如果能够通过白巡能够把这个东西 它可以解开很多米 如果通过它的话就把上下很多东西可以连接起来 这个整个生物的进化是怎么进化过来的 由水山变为绿山 绿山变为铺路东西 生物界往往从物种的个体发育 推断物种的起源和发展 白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亿五千多万年前的恐龙时代 作为延续这么长时间的生物种类 威教授它们很清楚 眼下它们做的绝不仅仅是抢救一条白巡 对它的研究还将带动对地壳运动 地貌变迁 雾后变化等一系列相关研究的突破 来来来 关一下 1月26日上午9点 从北京紧急调运来的药品运抵白沙湾 专家组立即开始对白巡伤口进行缝合 稳步齐步 共计25针 考虑到救护船舱空间狭小 白巡性情急躁 乱动时容易再次受伤 同时 白巡腹中已经含有了大量的待产鱼卵 因此必须尽快将其放回长江 下午3点 专家组在白巡背部安装了超声波跟踪器 做出决定 尽快标记放流实施跟踪 这意味着这条白巡将成为世界首例白巡活体标本 这个追踪力很大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标志放流追踪啊 追踪定位啊 我们能够搞清楚至少这一条白巡的行为特点 这个运动规律 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吧 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对这个白巡进行行为 这个研究 这是世界上是第一次 白巡的伤势在一天天趋于稳定 而标记放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日益就绪 对于威锡伟他们来说 这一次机会的成败也许决定的这个物种今后存亡的命运 在这个巡类家族中 历史曾经有过惊人的巧合 1981年隔州坝水利枢纽建设之时 作为长江宾威特有种的中华巡一度冰云灭绝 正是通过威教授他们这支工作组 通过分别捕获到的中华巡雄体磁体 成功实现了中华巡的人工繁殖 通过人工打技术进去以后 把它的精子跟男子采出来以后 经过人工受精 然后人工复发 把那个苗通过人工培育以后 再放流到长江起 这个我们所里面做得非常好 非常成功 从80年代我们所里面 开始不断地从人工繁殖以后 放回长江 从1983年起 我国每年向长江放流 人工繁殖的中华巡又巡上百万枚 在坝下约七公里的江段上 形成了中华巡新的缠缆场 系统的观测站 增值站 放流点 也相应建起 一度冰云灭绝的中华巡 由此实现了种群延续 那么白巡也能如此幸运吗 羊年春节越来越近了 一条白巡的出现 打乱了许多人过年的计划 由于专家们不能回家 远在武汉的家属们 只好远赴四川宜宾来过春节 对于宜宾城里的老老少少来说 即将放归长江的大白巡 成了比过年更热闹的话题 盖上的那些老百姓 有时候碰到我们人来都在问 这条雨的情况怎么样 是火的嘛 是我们说状况很好 他们都很高兴 这就是说是一件喜事 2003年1月27日 经历了四天三夜的救护之后 白巡基本恢复体力 下午三点半 专家们准备把身载跟踪器的白巡 放回长江 慢慢出进去 慢慢出 慢慢出 放回 放回 放 放回 对 剪好 跟刘身体 安静一下 安静 摆住 抬起来 踩起來 好 放下 放下 尾巴尾巴、�emia съ залís piaja 尾巴尾巴先到尾巴尾巴来一下 Ư, video, video 警察你们滚一点 esype 都是小 certains 杠杓国人 已经离开这里了 买书刚一游走 专家立刻启动了跟踪艇上的声纳接收装置 它会向上游去还是向下游去呢 微九首知道 现在的一个判断 也许将决定整个研究的成败 这么大的噪音在哪里来的 这边怎么这么大的噪音什么东西 下边有蛙石船 哎呀怪不得 看得根本听不到 这个柴石船在这里 哎呀江湖跑哪去了 哎呀这边干扰太大了 喂献中 我给你说你把户写了 写好 写好你马上跟某站长说 叫他们跟成交联系 喊我才算马上停 叫我马上停 叫我马上停 金子柴马上打电话 你转起来说嘛 为了配合白熊跟踪船 宜宾市水利局的人员立即出发 协调挖沙船的工作 蛙沙船立即停工 下午5点10分 自放流之后一小时42分钟 跟踪船第一次接收到了 来自白熊尾旗上的超声波 信号显示 白熊正在顺江而下 跟踪艇从此将24小时 不间断地对这条白熊进行监测 直到摸清它的生活规律 江面又恢复了旧时的平静 对于渔民来说 历时四天三夜的救护工作 暂告一个段落 许多人已经回家睡觉去了 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说是渔民的感情太朴实了 我们一跳下水 我也跳下水 他们跟着平静就跳下水了 然后没有任何人跟你讲价钱 说的 我给你帮人个忙 要多少钱 我套一件衣服给你 我的衣服是多少钱的 你要还我们好多 而且渔民的名字到现在 我都记不清 说到那渔民的那个渔民一万 其他人确实记不到是那几个渔民 你喊就动了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渔民那个感情 渔民和渔政人的感情相当朴实 好相当朴实 2003年1月28日 白群放流后的第一天 清晨八点 专家组成员杨格国朱永久 一大早去码头替换坚持了营业的同事 第一个24小时跟踪之后 信号反馈显示白群开始逆流而上 这是个绝对的好消息 它证明白群体能恢复 可以逆水上行 这条白群游动的速度之快 游动的水层变化之大 都远远超过了从前资料里的记载 追究来感受一下 听一下 来消消暮雨吧 我们今天风里面有回音 灯灯这就是有回音 它有时候是灯 它很清脆 很轻稠的声音 刚才有一下我听到是원이 它是发吓的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人工抢救白群成活的先流 这清晰的嘟嘟声向世界宣告着中国白群研究的突破 这条白群将要游向哪里 那里有它的同伴吗 它的活动轨迹怎样 它的产卵场地在何方 这个经历了一亿五千万年的古老物种 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 这个白群的话呢 如果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一种预测的话 能够得出的结果的话 第一个找到白群的这个主要栖息地 然后它有一群白群在那里 比如说不是单独的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 可能的话如果我们要人工防止的话 我们就可能补到不是这条白群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发现它的这个产卵地 就是它的繁殖场 那么这样的话呢发现产卵地以后呢 我们有可能的话呢 能够直接采到它的这个卵 通过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手段的话呢 通过这个无线链追踪的这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产卵地里 采到它这个卵 然后能够把它这个卵的话 这个受精卵能够孵化出这个幼苗来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提供了很多这个研究机会 那么这个意义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就在白群放归长江的第二天 发现白群的南西县 今天全体余老大被县余业局召集来 开年前的最后一次会 既是庆功 也是对下一步的白群保护工作做动员 为了避免白群的再次误补 宇宾市政府提前四天发出了长江春季进步令 四天前发现白群并积极救护的 红莲村渔民刘云华 获得了南西县水利局两千元的嘉奖 我也没啥子想法的 只要能够放归长江 这就是我们打鱼的希望 放归长江多一点嘛以后 那些专家年纪出来了 到人工养殖出来了嘛 多放归一点 这就是商业嘛 下雨上的不到 那商业多点嘛 我们渔民有力 跟踪还在一天天地继续 这两天 从跟踪艇上轮换下来的 威奇伟教授 回到房间的任务 就是及时整理记录下的数据 电子邮箱里 堆满了国内外朋友的问候心 你看这些外国的朋友 都很关心这个鱼 这种方法什么东西都很关心 我也没有时间看 今天一看一看 这是很著名的专家 还有是不是多特羡慕您有这样的机会啊 他说他应该在现场的 他说他应该在这边现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跟踪船的数据越来越丰富了 威奇伟他们觉得 神秘的白群聚集地 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因为关于白群生活的所有参数 对于全人类都是一片空白 每一笔落下 意味着中国的科学家 向这一个未知的领域 挪动了小小的一步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农历春节的大年三十 跟踪船上特意挂出了这面 国宝跟踪的旗帜 为了保护这条跟踪的白群 宜宾长江段提前进步了 茫茫的江面上 过往的船只并不多 威奇伟他们觉得 这面旗帜更像是挂给自己看的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羡慕他们 今天白群的活动范围明显加大 有向下游的卢州重庆挺进的趋势 声纳接收的有效距离是两公里 鱼在哪里 船必须在哪里 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吃 也不知道来换班的人 下一站在哪靠岸 江中的鱼 江上的船 船里的人随着这简单单调的无线电波连在了一起 通过三到五年的时间 就是说能够把他的人工房子突破 能够建立一些矿量站起来 所有的栖地都搞清楚 然后进行人工争承 这样的手段的话来 使他这个物种在人工台湾下能够繁衍下去 丈夫们都在江上追鱼 专程从湖北赶来的专家家属们 依然珍惜在外地团聚的时光 这些都是给晚上的年夜饭准备的 家属无条件支持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们看到没有 还有董阿姨看看 来来来 来来 自己起来了 把你爸爸摸也放死了 我们在长江 金沙江 岭江的山江 北湾的国家门的大花鱼港 祝大家新年来咯 将近幸福 万事如意 来咯 团圆的日子过去了 我们却无法给观众一个团圆的结局 就在春节过去之后不久 跟踪船在一次触交之后 来巡跟踪信号丢失了 2003年的整个春季 夏季与秋季 微奇尾他们的跟踪船 始终在长江中焦急地搜寻着 下到三峡 上到金沙江 却再也没有听到 那个曾经为之兴奋的当当声 我们始终在等待的这条白巡 再次出现的时候 在继续完成本片的拍摄 可是这条身载跟踪仪的白巡 石沉大海一般地耀骨音信 如同它的神秘出现一样 神秘地消失了 只是留给我们一个信念 白巡这个古老物种 在长江中依然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